这个男人正在用绳子送这个女人下楼 他们好像在逃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然而就在女人快要成功落地时 绳子突然又被拉了上去 今天马鲁为大家带来这里 恐怖警告经线变态杀人魔 八名帅男俊女死里逃生的故事 残忍式的结尾绝对让女男以下坏 这天单手哥授命带领四名男囚犯 和黄发姐带领的四名女囚犯会合 一起来到一座巨大的废弃酒店打扫卫生 单手哥告诉他们表现好了 可以减刑 还特别强调 男女不要乱来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夫人白婶 白婶为他们介绍了这座酒店的历史 这是一对富豪夫妇所见 用来招待朋友聚会娱乐 二十年的一天突然八楼九楼着火 富豪夫妇被困大火之中 从此这里便荒废了 并警告众人千万不要去八楼喝酒 众人都不以为然 说了需要打扫的位置 之后便离开了 暴躁哥被安排打扫厕所 看着比煤矿还要黑的厕所 暴躁哥急不情愿地打扫着 突然楼上好像有人在走动 并当下一阵阵灰尘 暴躁哥升起来 这一边的黑发妹在打扫走廊 忽然走廊末端 一阵人影闪过 她缓缓走过去 原来是她的育有包牙 没找她抽烟 二人商量着怎么逃出去 与此同时 偷窃惯犯条文歌 也找到开索大师小黑 忽悠小黑晚上一起去八楼 寻找富商的保险柜 小黑一听有所开立马答应 晚上累了一天的众人开始进餐 长发哥看上了只吃素食的素食妹 并主动搭讪 把自己的土豆片给了她 此时一条恶坏了的流浪狗 从小洞钻了进来 素食妹看见小动物 便把自己的食物分了一些给小狗 此时见兮兮的暴躁哥 一个酒瓶砸了过去 吓跑了狗狗 黑发妹目光看向狗洞 抱牙妹摇头示意 不要声张 这时长发哥突然拿出一包白粉 邀请素食妹晚上一起 去个楼海一下 这是一项高冷的金发姐一听 可以还立马凑了过来 此人商量晚上一起去阁楼 用餐完毕 大家各自回房 女孩这边素食妹正在为晚上的大战刮腿毛 暴躁哥和长发哥也准备去阁楼 邀请小黑和条文哥一起去 另有打算的二人也太累了 想休息为由拒绝了 二人一走 他们便来到八楼 走在迷宫一样黑暗的长廊里 突然一转头 吓坏了二人 小黑上去查看 并猜测可能是二十年前死于火灾的人 但被吓坏的条文哥却说 死了二十年 就只剩骨架了 小黑随即上去翻看 却发现这个死人没有眼睛 条文哥吓得转头就跑 小黑赶紧去追 迷宫一样的长廊里 二人都迷路了 突然 一个拿着狗组的巨大光头男 出现在条文哥身后 小黑下的赶紧逃走 此时的黄发姐和单手哥 正在一楼喝酒聊天 白婶过来 警告他们有人用了电梯去了顶楼 黄发姐随即准备去二楼清点人数 进了电梯按了二楼 可诡异的电梯 却直到八楼才停下 门打开之后 看着阴森恐怖的楼道 黄发姐小心翼翼地问 可就在他关门时 另一边 包牙妹准备利用厨房的仓子逃走 却不小心脚踝摔倒地上 发出巨大声音 在外把动的黑发妹 进来查看情况 包牙妹吩咐她 拖住单手哥 给她更多时间 黑发妹刚离开 厨房的送餐口突然打开 你拿着钩子的光头男 走进 门声而来的单手哥和黑妹正好赶到 但送餐口的门也应声关上 单手哥让白婶去打电话报警 她和黑妹则去八楼救包牙妹 此时迷路的小黑也在八楼寻找出口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小黑赶紧开门躲避 紧急关头 眼看门就被打开 脚步声却已经来到跟前 原来是单手哥二人 三人躲进房内 小黑描述着光头男的长相和特征 说到光头男头上有个窟窿时 单手哥震惊地说 不可能 黑发妹问她怎么回事 单手哥告诉他们 四年前她接到报警 和搭档一起到一所诡异的房子执行任务 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墙上 布满恐怖的血手 单手哥来到一扇血眼的门前 女人尖叫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们破门而入 却看见一个女人 同头垢面跪在地上 不停地哭泣 单手哥上去 安抚女人 黑发哥警惕并观察着这个屋子 而就当这个女人抬起脸时 单手哥震惊了 这个女人没有眼睛 与此同时 搭档身后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神秘人落花而逃 受到惊吓的单手哥 赶紧呼叫支援 女人蜷缩在角落里 用空洞洞的眼窝直直地看着她 后来 大量警车和记者 封锁了这个恐怖的屋子 并从里面找到七具 失去双眼的尸体 唯一活下来的 是一个身上纹着十字架的女孩 单手哥也是那个时候 失去一只手 这时 黑发妹也确认 说爆牙妹身上 也有十字架的纹身 单手一听 立马出去寻找 并吩咐小黑和黑发妹 赶紧离开这里 而就在此时 被吓坏的黑发妹 看着失去双眼的单手哥 颤抖着拿起的手枪离开了 此时的暴躁哥 四人也来到一间屋子内 开始他们的嗨翻派对 四人各怀鬼开的聊着 突然 长发哥约素十妹 单独做作 素十妹心照不宣的 一起离开了 二人走下楼梯 来到七楼的一间屋内 准备预热战斗 此时被关在笼子里的 的包牙妹也醒了过来 她看着房间内 四散的尸体 还有被挂着昏迷的条文歌 包牙妹大喊 着想喊醒她 去不料 把光头男喊了进来 光头男 防缓走向条文歌 随后 光头哥提起包牙妹 走到淋浴前 她的脑中突然不断 闪现出各种 童年时期被虐待的经历 一个女人一直囚禁着她 突然 她看到包牙妹背后的 十字纹身 突然安静了下来 这一边还在 预热的素十妹 和长发哥因为动静太大 触碰到了 光头男设置的铃声 光头男恢复愤怒 摔门而出 此时的素十妹 也发觉到了镜子的异样 长发哥上来查看 发现 这竟然是个单透镜 二人走到一间仓库内 长发哥发现 仓库的窗子 竟然可以打开 随即翻找出消防水袋 打算松素十妹下楼 水袋一点点往下送 眼看就要到底时 突然停了下来 素十妹抬头大喊 问什么情况 突然 她发现自己又被拉了上去 这边还玩的暴躁哥和高冷的金发姐也出来寻找出口 金发姐拿着从黄发姐那里偷来的手机 不停地给闺蜜打电话 埋怨这个酒店有多破 此时的二人 还不知道其他人的遭遇 边打电话边走 来到电梯这边 毫无警惕地他们等着电梯 忽然光头男拿着斧子卡了过来 伸手不凡的暴躁哥打倒光头男后 带着金发姐 躲到怀巧的一间屋子内 光头男随即找来 他到处乱翻乱走 二人躲着不敢出声 搜寻卫谷之后 光头男涮门离开 可突然一阵电话 铃声响了起来 他转身回去 跟着铃声找到藏着的柜 鑴声响了起来 还没准备 Ini viele 黄声响了結束 Dew� β 暴躁哥看着金发姐被拖走了 随即他跑出来 遇到差点误杀 他的黑发妹和小黑 他们不小心碰到楼上光头男的铃铛机关 光头男迈着大步 准备下楼找他们 暴躁哥三人也察觉到楼顶的脚步 埋伏在电梯口 可伴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里面并没有人 突然光头男从旁边破壁而入 暴躁哥勇猛上前解救黑发妹 却被砸在墙上甩晕过去 小黑二人躲进电梯来到了酒楼 他们打开一扇门躲了进来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装满人眼的罐子 就在二人震惊之时 包牙妹的声音传了过来 跟着声音 他们找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包牙妹 看着屋子里的尸体 二人来不及害怕 赶紧上去想要打开笼子 而就在此时光头男也回来了 二人又赶紧躲了起来 回来的光头男 看着笼子里的包牙妹 正准备动手 外面突然出现摔瓶子的声音 光头男赶紧赶过去 原来是小黑故意制造声音调谷离山 看着自己的宝贝被撒了一地 憎怒的光头男 找到躲在柜子后面的小黑 这一边 黑发妹趁着光头男离开 找了一把刀用力地撬着龙 紧过之时 听到又有脚步声靠近 以为是光头男回来了 黑妹又躲了起来 可没想到 进来的竟然是白婶 原本以为 找到希望的包牙妹 对白婶儿求救 但白婶儿 却质问刚回来的光头男 为什么还没有杀了包牙妹 光头男像孩子犯了错一样 逼着头捏着衣角 原来 白婶儿是光头男的妈妈 记忆中 一直虐待她的人 就是白婶儿 这次清洁的活动 是白婶儿设计 杀害单手哥的拳套 目的是为四年前的那一枪报仇 她对光头男说 他们都是罪恶的人 快杀了她 可光头男面对白婶儿的逼迫 却一直后头 脑中闪过各种 她被虐待的回忆 终于她受不了 并说出了全篇的 唯一都抬辞 是黑人 崩溃的光头男 抱着包牙妹出去 黑发妹捡起地上的手枪 跟了上去 此时的光头男 正坐在沙发上 脑中盘旋着 以前痛苦的回忆 黑发妹见她 是神端着枪缓缓靠近 可准备开枪室才发现 枪里没有子弹 光头男被扳机声 惊醒过来 抓住二人的脖子 举了起来 就在此时 之前昏迷的暴躁都回来了 他们逃出来 躲到一个房间内 光头男忍着剧痛 愤怒地找而过来 进门之后 三人全部抱走 灰狗 开死 电影到此结束 觉得本片很劲爆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小小鼓励一下 对本片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什么电影 都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蟒牛 我们下部电影再见